紅燭四年的藍團MIRROR人氣王姜濤 推出第十筆胎作品Dummy 31號去電台接受訪問 首度否白在年頭叱冊頒獎禮獻唱鏡中鏡之後 被網民洗版色嘲笑暴肥又瘋狂暴走 他說通常一下台就看表演 已經知道有點不對勁 沒想過之後報道是海亮 這個算是這五年比較deep的一段時間 他就說出事之後選擇沉澱和收藏自己 但在人前就裝沒事 MIRROR的兄弟之間亦沒有多提 無聲的關心是最好 直到二月的時候 經理人花姐跟他談過唱和演出四月舉行的西九音樂會 他就跟公司說不如停一陣先 不如說他希望有段時間去思考自己 有想過要不要拒絕接送 不過他就覺得不應該再逃避 所以在西九音樂會裡面決定哪裏跌低就哪裏起身 第一時間指定再唱鏡中鏡 他就說就算大家拿來笑都不要緊 他不想逃避這首自己生出來的歌 姜濤休息期間經常跑山減肥 看心靈雞湯治療 其中一句令他終身受用 就是面對平擊的時候 就好像很多石頭頂向自己 但那些石頭其實是黃金 取決於自己心態會不會將那些石頭執起再面對 成功解開心結之後 他終於有勇氣逼自己重溫漆測裏面的表演 他說一直不敢看 但後來的氣心肝用家部電視很近地去看 一定要搞清楚發生什麼事 開電視熬了三分鐘 但他自問沒有後悔過這個表演 做歌手是要表達當下的情緒 但的確用了不成熟脫離表演本質的一種方式去做 聊天才對 禁錄詞 蘭 蘭